互相之间 你要通通要验证的 所以为什么说 像我们说在网络安全 或在密码学的会议里面 常常他每一年的文章一大堆 他都是把去年的缺点拿出来 因为很难都通通考虑到 每一个都会有缺点的 在实务上能够用的东西不多 很难把每一个 基本上就是说 你考虑到一个时候 另外那些的有可能会有漏洞 那下面我就举一些例子来看 最从认证的角度 end point authentication来看 就是说我们两个人要认证 就回到我们最基本的认证的这个部分 就Bob他要Alice说 你说你是Alice Alice说我就是Alice 那这个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他说他是Alice 那另外一个也可以说我也是Alice 这个到底谁是Alice 这个最基本的 这个是不work的 那因为我没有看到他 我不知道到底谁是Alice 那再改进一点 这个认证protocol osentication protocol 2.0 这2.0是很差的 后面还有到5.0 所以这个 这不跟web一样 web到2.0就 人讲3.0就会被人骂了 这个后面还到好几点 这个前面都有问题的 你可以看 那这个一种方法是 这个IP 网络上 大家的IP都很熟 就说我把IP address 放一个 Bob知道IP的 Alice的IP address 那我把我的IP address 放到message packet里面 然后告诉Bob说我是Alice 那这可不可以呢 你Bob知道Alice的IP address 那我当然我trudy也可以把 把这个Alice的IP address 把它给fake进来 就加进来 那你也还 注意到我们现在讲认证 认证就是说 我要让Bob清楚 真正的 那个人就是他了 所以这种IP address 没有办法解决认证的 这个问题了 所以他可以spoofing spoofing这个Alice的ID address 所以这个也不work了 那 再来 认证最传统的 最常用的就是password 就是这个 我们作业系统 作业系统 或者你任何应用 ID Password 这个是最 最常用的这个做法 在系统的上面是work的 在作业系统里面 password 主机上面直接打ID Password 可是在网络上面呢 网络上面 Alice说 我有IP address 还有我的password I'mAlice 然后这个 Bob说OK 好 你是Alice 那其实这就很不好的方法 为什么 因为你的 你的password 是在这个 在网络上传的 对不对 那在网络上传的 那这个 我们说只要中间这个channel 我就可以听嘛 所以我就用一个 playpack attack 因为我可以录下来 我可以 我可以监听 对 我可以 这个 我听到的 我可以在这潜水监听 监听到的 那同样的 我就帮你重播 playback 那我就变成Alice 你还是分不清楚 Alice到底是谁 因为Trudy 它同样的可以有 Alice IP address 同样的可以 那同样的 它的IP address 它也可以把它抓 抓得到 对 所以就这个 这个 这个 那这个都还是比较简单 然后后面会越来越越越越越 这个sophisticate sophisticate 好那那那这样说 不行啊 网络上你要加密啊 好 现在慢慢就接近了这个 我们的核心 这个刚刚前面讲的都很像 没有学密码 我们现在学了密码学了 我会加密的对 加密的话 那 那Alice就说 我是Alice 然后呢 开出了加密 看你还能怎么样 对 那当然是还能怎么样 对 我已经把 把这个 密码都加密了 对 那 密码都加密的话 那 我需不需要知道 你的加密方法 需不需要知道 你的那个 我只要知道 你的资料格式 我并不需要知道 你的加密方法 你加密的东西 就看你的加密机制 就如果你纯粹只是做一个加密的话 那 那我同样我可以 同样的playback 就是同样把 我把你的加密的 那 因为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解密嘛 我不需要破解 对不对 那加密 你密码加密没有用了 你密码加密 加密的 我同样的可以 当然除了你的加密机制 有session 有什么这些概念 那可能 他不能够长期使用 但是 那基本上 你密码 光是密码加密 是不能够认证 同样是会偷走的 所以这个 这个仍然是有问题 这个 playback the attack recall and the playback 就录音了 然后再播放 这个attach 人家是work 好 那我要避免 playback attack 的话呢 那怎么做呢 那就是 我刚才讲的 那 那刚才说 我们用session的 对我刚才讲说 刚刚刚那个东西 反正被偷偷 那我每一次都还不一样 每一次不一样的 就是加上这个nones 就是我用一个number r once in a lifetime 就是session key的概念 我加上一个 一个这个session key 然后呢 这个incrept with share secret key 那这怎么做 他 他 你 你告诉 alice告的吧 我是alice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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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呃 bub呢 就把这个number 传给他 然后 然后他用 用这个 alice live and only alice know key to encrypt nones 然后 那 must be alice 那 那这个 就因为他们 他有他的share key 他的share key 然后 然后这个 然后我这个r 传过去的时候呢 那 那 两个人有share的key 那用share key 把它来加密 加密了以后 那 那这个 就比刚刚那个 那个这个 这个r就是 随时产生的 就那 那这个比刚刚那个 要要 要更 更这个完整一点 对 那 那这个 机制好不好呢 其实还ok 但是他的问题是 有share的symmetric key 那share symmetric key的话 的主要的一个问题 还是key distribution 就是这个key的distribution 你要有kdc的support 就是后面的support的系统要比较复杂 那所以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certificate 你要有kdc 那这个东西 我们在网络上面做 像你要采购一个什么东西 你要去 你要去这个 yahoo 齐摩 你要去做拍卖什么 那你叫交易 那你还要再去做kdc 你还要再去生定key 这个看起来是不方便的 就我们照自然人凭证 搞到现在还是不是 每个人都有 很多人还是没有 弄了大概十几年了 对 所以这个他有share key的问题 那他就改用public key的好不好 那改用public key的话 那是不是比较好 那有nons 就是说 就是他跟他说我是alice 那他就把这个nons丢给他了 那他就用alice的private key呢 把他送给这个bob 把这个nons加密的送给bob 然后呢 然后 有拿到nons以后呢 那这个bob就跟alice说 那你就把你的这个public key送给我 然后他有了public key以后呢 他就可以把这个r给解密开来了 因为 因为不然的话那r没有办法解密 他就把r解密出来 所以bob就用alice的public key 然后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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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前面 收到了这个 那个 用alice的public key加密 29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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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解密出来的r 那然后再 那这样就可以就可以这个 呃 用在public key的这个架构里面呢 那同样的可以可以做到这个authentication 那这样是不是就ok了 当然当然还不ok了 为什么 我刚刚我刚才讲了man in the middle attack 对如果是 如果是我整条线 整的end to end的全部加密的 保证内容OK是可以的 可是呢 在认证的这个部分呢 还是有问题 这是最后一个 就是秀一个例子 看认证的问题会出在哪里 就刚刚这个机制 刚刚这个机制 在Public Key的这个机制里面 我Alice先 Bob先产生一个NUMBER给他 一个Session Key给他 然后他再把 他用他的Private Key 先把NUMBER加密给他了 然后他再把他的 这个Public Key再给他 这个机制里面会 为什么会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他仍然那个Man in the Middle Attack 会产生一个 其实蛮恐怖的问题 如果有这种人存在的话 这个时候如果出地在中间 其实这个机制 就是跟刚才那个 其实一模一样 是中间跟刚刚这个机制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中间多了一个出地 那Alice他送出一个讯息的时候 那他当然可以听到 那他就把Intercept下来 然后他把他送去 其实他Intercept不应该都可以 他他他他他他他可以听得到 他知道MAlice 然后他他就收到 跟刚刚一样 他把R送过来的时候呢 那那这Session Key送过来的时候 他也可以听得到 然后他就就送给他了 那这个时候 Alice用他的Private Key 把这个Session Key来加密 要送给Bob的时候呢 那那他可以做件什么事情 他是用Alice的Private Key加密来送的 那他就可以把这个拦截下来 然后送给他